各位投票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收看股市米其林 我是谢文奇 那今天是10月9号礼拜三 投票我讲真的 明天是双十国庆 这边也是先祝中华民国 祝台湾生日快乐 那明天大家休息一天要做什么 当然就像我会员 就是开心 今天大家也都有赚到钱 就是开心的去放假 那真的好不好 还没有来跟着文奇我一起动作的 我希望你们都可以来找我 都可以来找我操作 因为真的 你说要做波段的 有 我说我这几天开始要做短打 有没有 有 那今天也有短打成功 昨天买进去 今天就获利出了 出了马上就卖下来 那不是说就看不好 只是说 你们要做短线我晓得 所以还是有短线的可以做 那昨天我遮的 我今天节目我会公开 并且再给一支新的标的 好不好 你们可以今天节目 也一定要帮我看到最后 看到最后你们就会晓得 到底文奇我到底是怎么操作的 那一样 节目一开始 我的line 小老鼠MVP57帮我加进来 真的有问题 真的就是加进来 来跟我询问 那其实这边要讲一下 昨天也是新朋友有加入 也是加入 那持股也是给我 甚至还有朋友是帮 他的朋友问我持股的 真的我等等给你们看 真的最后来都是 大部分都是输比较多 所以我真的希望 其实这个行情很好做 你们真的不要错过 好不好 有什么问题就加我line来找我 我可以来帮你们好不好 讲一下昨天美股 其实前天 前天是都跌嘛 那昨天呢 又都是都涨下来 所以投票你们不用又 去那么担心好不好 真的不用那么担心说 好像怎么说 降息只剩降硬嘛 好像又不好什么的 反正我讲现在 还是以科技股为主啦 那你说在创高后 昨天出现卖压 获利了结卖压出来 没错 可是呢 一天马上随即又直稳 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我们要看 科技股这些龙头 还是一样 昨天一样还是大涨 那我们去看会打 涨多少 4% 那拿6个月的来看 投票又要回到历史高点了 又要回到历史高点了 那前面有一些跌下来 跌下来就在不好的分析师 跌下来又在讲不好的人 在唱衰AI的人 那今天呢 今天涨了还是一样AI股 还是回到AI股 那我不是要说 老师我完全百分之正确 看好的时候也是会跌下来 那但是最后还是回到了 我所看到的地方 好这个是我希望投票 好跟着我 至少我大方向看得准 大方向我看得准 不会像其他分析师 永远就是 有些真的是颠倒 我相信你们参加很多的都知道了 有参加过的都晓得 有些真的就是真的就完全追高 那跌下来就出了 可是一卖掉马上又涨上去 甚至创新高 你们歐的要死 好我都晓得 好我都晓得 那我是不会这样做啦 好我不会这样做 所以真的可以来找我 好不好可以来找我 那最近说他担心战争 我也讲嘛还是战争 可是昨天又传出什么 是今天凌晨 早上的新闻 好渴望停火 当然我不认为说一定马上又停火什么的 好这个就传来传去嘛 打来打去 有时候又停 有时候变更严重 新闻可能下礼拜 你看又加剧怎么样的 搞不好射到首都去都有可能 又更严重 对不对 那只是说这些东西真的不是 因为是战争 他不是真的经济因素 如果因为这个东西有拉回 你要买 好你要敢买 我还是要讲一样的事情 只要敢买就好了 只要敢买就好了 好讲一下看一下昨天 当然正价差 昨天你说跌 其实投票昨天我录影完 回去收盘之后跌90多点 91点的样子 好我记得91点 那结果空单是真的有减少 我昨天是不是就跟你说了 昨天下跌原则上空单会减少 没有很多减了1000口左右 外资减了1000口左右 那今天你说又大涨 所以昨天的跌要担心嘛 对不对 今天又涨到200点 好现在涨200点左右 要担心嘛 我认为不用啦好不好 真的 跌下来真的你们反而就是要敢 要敢操作 好今天新闻还是一样都很好嘛 出口很好 那现在在讲对美国出口 又在震的嘛 那当然很多人会去 我自己也在想 如果现在假设 假设是川普上来 那他可能说 美国 台湾对美国出口赚这么多钱 又要来对台湾怎么样怎么样 如果是川普搞不好 会有这个问题 好那现在还没嘛 那我们还是一样 台湾就是赚钱嘛 你就这样想就好了 对不对 台积美国厂又有客户上嘛 说真的啦 真的不用去太担心 好我等等你讲台积红海 再讲一下好不好 那主要要看一下什么 昨天鸿海科技日 好科技日嘛 那最主要当然他在推什么 电动车嘛 Model D啊 Model U Model U是巴士的嘛 中型巴士 还是主要是这个 那当然还是要看一下 就是说 他们主要还是有讲 因为还是算趋缓 近期全球电动车市场销售趋缓 又遇到关税啊 那当然这跟他们当初预期非常接近 可能会再持续一到两年 可能会再持续一到两年 所以昨天你说鸿海科技日 啊可是股票没有涨 昨天没有涨 很多人在那边唱衰什么的 我不这么认为 我就一直讲我不这么认为了 那果不其然今天还是一样大涨 对不对 今天 今天鸿海就开始 那我是不是讲 有碰到最高200块 今天有到200 你们要知道 因为我就讲这个东西 大户数开始增加 散户数又开始卖了 台积也一样 我们来讲一下台积 跳空上来 有没有已经高 要到历史高点了 头正有真的又回来了 那你们在担心什么 你们在担心什么 因为 昨天啊 1000块左右 还是有人在卖啊 没错 可是外资他们 还是在买 外资在买 不用太担心啊 1035最高 跟这边又回到历史高点 头朋友真的又回到历史高点 那你们呢 还在担心 那重点 手上股票还是做不好 这是你们要去想想 到底哪里出问题啊 对不对 还是回到200块 好 我找一下我怎么讲的 好不好 我怎么说 10月 这一天 10月7号 礼拜一 好 10月7号礼拜一 前天嘛 大涨399点 那昨天跌嘛 哦 市场又恐慌了 那我在礼拜一我就讲 台积又回到千元 鸿海要挑战200 很快就会来到了 我在我赖盘后 我就这样讲 我为什么会这样提 因为很多人投票 很多人啊 很多分析师啊 不敢讲啊 鸿海可能 要到200 再整理一下 不一定这么快 他们都会 只用保守的去讲 我讲 模拟两可 那我不会这样做 我礼拜一的时候我就讲 好这边最高199 我说要碰到200 很快就会来 甚至这礼拜就来 好我礼拜一我就这样讲 今天真的碰到200 当然你说没有收上来 现在199 没有站稳什么 可是有挑战就是好事 好那台积电这样子 历史高了 要回到历史高了 那你们怎么看 真的 那这一波 我觉得比较健康的事 你去看哦 台积现在1030 1035了 大盘也还在222 还没有到之前 之前的多少 24000 怎么会这样 那你说的话台积 再涨上来也不会到 马上到24000 这样是健康的 因为不会说 你们要去担心台积到最高点 大盘又到最高点 哇又吓死 不会 这一次没有这样子 那我认为很健康 对 你去看这现行 台积要先率先表态回来 要先表态回来 那大盘呢 大盘还没有 红海呢 现在反而是红海跟大盘的走向 比较像 那我认为多好事啊 台积只要能撑住都好 都好 好不好 还是一样量啦 量能没有问题啦 好不好 量能就真的没有问题 你们不用担心 那我说 加我赖啦 记事本里面东西就可以看了 还是近代什么 下周四的法说会 10月9号 今天是10月9号 下周四 那当然今天美系 再讲还是列什么首选 台积还是列首选 还是很好 那甚至现在有传什么 券上看到三星也来找台积电了 要预期什么 6奈米 12奈米 在2026年 去后年 HBM4 要找台积耶 三星要来找台积 这个当然下周 下周看一下法说 那鸿海还是一样 当然要讲鸿海 就因为昨天 在讲 AI还有加一个 三个平台嘛 智慧制造 智慧程式 智慧电动车 都smart 我认为 其实你要去想一件事 鸿海现在比较不一样 他现在开始这几年都有发展 科技日 代表什么 他自己想要真的做一个品牌 他不想要说 完全就是代工 所以你去想他昨天也有提到 他自己制造 中上下游 他说自己供应链 80到90% 可以自己来完成 所以很多人当然在说 鸿海不止200 可能400 500都有可能 为什么 如果说真的一个代工厂 他转型成真的自由品牌 当然现在车子都是他自己的 跟纳智杰合作 如果真的接下来他转变 我认为鸿海真的不会只有200块 300块这个价值 好吧 那这个真的 因为你去想嘛 你像灰达那些 苹果那些都有自己的发表日 一个大会 好像鸿海才刚 苹果才刚过 那灰达就是GTC大会 都有自己的一个东西 那鸿海也是有一个科技日 那你说台积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一些法书了 他法说太多了 所以鸿海他自己都有这种发表 我认为很好 当然发表说车子现在到底 O不OK 我这也是要观察 那只是说真的我们 就要给这种公司一个 多多鼓励他啦 真的也是替台湾真的开发一些很厉害的东西 真的要多鼓励 新闻也有出来也是好 营收 营收也是公顶 那当然今天很多营收出来 9月营收都很好 像CPU也是啊 你说什么会涨停的 开始真的有涨停 因为营收真的有 看我测标联军 今天涨停反 为什么真的营收很好 好不好 营收很好 这些你们就自己进来看 那富士达啦好不好 富士达 雅系深目标 今天跌下来 好开高然后下来 你觉得要担心 我不认为好不好 这个千金没有问题啦 我千金真的没有问题 因为真的 你说 华为三折肌好 那接下来华为还有一个嘛 META X6 明年也要亮相 所以我认为都还会不错啦 都还会不错 好那昨天的 治邦 加登 加折 好今天加折 继续大涨 今天继续大涨 好我像我有看 有在我里面看 应该都晓得 好那台药今天 小跌 我讲我一直在讲它嘛 好 我觉得创新高也很有机会 好不好 那这个就是LINE的记事里面 你们都可以来看好不好 那讲一下万论 同朋友今天 哇 老师 所以我讲我涨的会讲 有跌的我看好跌下来 我也敢讲 老师你不是说出来 应该不错吗 出关欸 今天出关欸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我讲嘛 他出关前先涨 涨完了 今天下来 很多人就去卖 一定了 我拿这个来举 出关 出关 他就是 怎么说 也是先涨嘛 涨起来 那跌 今天下来 我认为啦 好不好 买点会很好 你们要敢把握 买点会出来 后续我认为都还会再涨 那你看加登今天还OK嘛 至少平盘促进 没有跌到哪去 那万论 当然比较多人在做 我认为啦 好不好 后续都还可以再观察 都可以观察 那真的有下来 你像今天这一支 又还不错 训德今天创新高 半导体这边我觉得 都还是可以动作啦 那真的万论这样下来好不好 朋友 今天下来 不要觉得好像 老师你说出关 看他表现什么 啊结果就跌了 跌6%欸 不少了 那你要去想一件事 跌6%还有492 还有500附近 为什么 因为他前面解禁前就先涨 先反应 涨到550 今天一根下来 500上下 我认为都可以 进去做个介入 好不好 有想动作的都可以来找我啦 那今天上拳 一样嘛 大涨 今天一样大涨 矽光值我还要说 惠特又回来了 早上有会员在问 老师今天惠特下来 哎 要怎么办 好我现在录影的时间 又盘上了 又盘上了 对不对 你们不用太担心嘛 我说我看好的东西 不用太担心嘛 那真的 会担心也 也没办法 好真的也没办法 联雅 对不对 一样下去 早上一样下去 又上来 大家要去担心什么的 被关了 那我怎么讲的 好这边赚多少 我也不说了啦 会员真的赚100万 有先出来了 好那空 做空的真的很可惜 好我等等讲 那我先讲光盛 我说我做一趟 都没有我讲的 因为最近真的大家想要做短 想要做短 我昨天10月8号礼拜二 我是不是想再做一趟 我昨天是不是想再做一趟 好因为昨天来不及做简讯 我做字卡 所以没办法 我10月8号10点41的时候 进去再买一趟 10点 10点41 好我这张图是截36分 就差不多这附近再买 昨天买 买39多 就一样39多 昨天盘一下附近 再做一趟 10点41买 我相信会员都有收到 只要简讯会员都有收到 短线再出一趟 394到410 17分 同学朋友 我17分的时候 今天9点10 9号 10点17分的时候 就是10点17 好你们看字卡 410左右 好我394买 昨天394附近 好394附近 一天这样子赚 好 我要跟你们讲的是 10点17分 10点17分 10点17分在这附近 我也没说出最高什么 420 我出410 卖了直接下来 卖了直接下来 到现在402 到现在402 当然刚刚有拉上去 可是现在402 同学朋友我就讲 要做短 我相信我今天短打也成功了 昨天买今天买 那股票 一样我一直在讲的股票 我就做这些嘛 我熟 我熟我做 那这个会员 好有line 好我不是每个都这样 10月8号 昨天 好一样 10点23分 我说请他去帮我买光色 买好了吧 结果才买两张 39 他买比较高 395 最后买了4张 也不多 同学好 今天早上10点16分 好就简讯一起发啦 我就说出了 409 4张 我没有很多 只要跟你们说 我怎么做我怎么讲 409买 他买多少 395.5 4张而已 乘以4 5万4 扣个手续费 5万块有 5万块有 4张不多 4张多少钱 算40万 160万 赚5万块 一天 昨天买 今天买 这样子可以赚 5万左右 那你说好不好做 我说真的啦 要短打 我有 好那要拨断联雅 这样从头爆 没问题 对不对 那光盛今天 我相信会员都有跟着动作 好再做一趟 昨天啊 好不好再出一趟 我前面也做一趟了嘛 我现在再做一趟 我也直接跟你们讲 可以这样做 好 简讯我也 有 跟我联络的客人 我也直接跟你们 公开给你们看 真的可以这样做 好不好 那一样啦 今天9号了 明天10号 好不好 把握今天最后一天 双十国庆快散庆典 短天起短打操作 我还是要讲 最近很多还是跟我说 老师我只想做短 没关系 要短就短 好不好 就做短 那我希望真的你们要短线就来做 没关系 真的 10月10号完啊 还有三个礼拜 你们就做短期就好了 好不好 短期 真的加我LINE 好不好 留10加留电话 或拨电话进来都可以 你跟文琦我一起做短线 都好赚 昨天真的随随便便赚5万 随随 而且只买四张 你买多一点赚不会只有5万 一天的时间 好不好 那买多的人赚了十七二十几万的 我不讲 我就拿少的出来讲 不要老师 你都只想赚好多了幾百万的在那边讲 我也不要 我也不要 我就随便拿一个出来这样讲 真的就可以这样做 我希望真的你们要跟啦 好 跟着我一起操作 好 那这一支好不好 我讲 我等等最会公开 我昨天的 那今天还有一支 一样 矽光值啦 好不好 創高有拉回 真的有創高 不要觉得好像涨多了 这种现行你们不要怕 真的不要怕 这边涨上来整理两个礼拜了 再涨 創新高又拉回 这种股票你要改 因为我讲 大户开始进来 散户就出了 这种股票标准 后面都还会再涨 你不要怕 这支股票我希望投票 真的双十国庆完了 好 我希望大家一起来 好不好 礼拜五 好今天今天没办法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好放假回来 我们一起来做短打 好不好 好那 当然我讲了 一样嘛 就大户散户数的东西 我昨天是不是 还跟你们特别提原相 昨天有看我节目的 我跟你讲了 好 这是9月30号印的 这是10月8号 我昨天印的 上来了大户还在增加 散户就出了标准 我说这支股票 昨天跌嘛 昨天原相是跌的嘛 跌下来 我说这里我认为可以了 我昨天节目还这样讲 送给各位 我跟你们讲 今天快涨停板 这我昨天节目这样提 应该可以啦 这个东西 我这样判断应该可以啦 好那创委 你说也还是平盘 外资还是在买 投信也还在买 好我认为这边 当然在观察 因为这个大户有些有跑了 好那我认为可以再观察 那只是真的这一支原相 我昨天怎么讲 今天怎么动作 好不好 真的一起来操作 一起赚啊 这节目公开的 那联军我也提很多了嘛 对不对 今天涨停板 今天涨停板 对不对 你们要担心 要担心对不对 连几天 你说挑战前高 礼拜一挑战前高 有点拉回 昨天又拉回 我还是提 好涨停板被卖下又锁回去 我是不是已经先讲了 联雅被关以后 资金会跑到联军 好我就已经讲了 我昨天节目我也这样讲 好那今天一样 恭喜会员 联雅被关 资金就会转到联军 昨天节目就讲过了 只要早上我发的简讯 好今天9号嘛 好也是啊 联金大长续报 谢谢老师 真的会员怎么做 我怎么说啊 怎么做怎么说 联军比较 投入人可能会担心 锁起来结果打开 今天我有特别去看 今天打开 我这样讲 为什么我光胜会出 为什么今天光胜 我说上来我会出 就是因为怎么样 联军打开 我看联军打开 有阻力大户在换手 在跑 今天打开 跌下来我没有出 我只要讲 我光胜因为这样子 我就出了 那会不会再接回来 我讲一定会 一定会 那我讲一下联军 今天锁起来 结果突然打开 499 499的一堆 一堆 那结果呢 你们要去想要担心 怎么样 啪就下来 没错 就下来 可是投票我要跟你讲 是有没有锁回来 有没有继续长回来 有 虽然开开光光 还是由锁起来过 为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主力在换手 你们只要晓得这样就好 只要晓得这样就好 还是很强 CPU矽光子还是很强 那当然了 我相信下来 越来越多分析师在讲矽光子 所以老师到底会不会过热 我认为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全部市场又进来 躺着浑水 你去看今天盘中连线 每个分析师 只要连线到 都在讲着 不要讲分析师 连主播 他们一小时换一个主播 每个主播也都在讲CPU矽光子 那当然 现在最主要 为什么还可以撑住 因为真的有营收在 很多东西 你说以前炒一些短的题材 炒了 上来 因为没有营收 你像那个VR 真的还没有营收就下去了 就元宇宙就崩了 可是这种东西真的有营收在 而且怎么样 8月6亿 9月是7亿 还是一样真 所以 为什么会涨 我不知道老师 你做的东西比较空洞 CPU很空洞 没错 前面很空洞 联亚前面很空洞 字节出来亏 可是你要想 变亏转盈 这是一个题材 那真的9月有营收起来 当然也说 没有到特别特别 跟上个月比 完全特别特别多 因为他8月营收也是1亿 9月 你说也是1亿 也不多 可是真的有实际撑得住 就可以继续涨 就可以继续涨 好不好 我真的希望 我跳东西 没有问题 10月7号礼拜一 10月7号礼拜一 我盘后 我怎么讲 光盛那天涨停 对不对 那我讲 会不会波罗威联均 会不会突然又一根创新高 我在礼拜一的时候 我赖盘后 我是这样说的 我是这样讲 那今天 好联均 创新高 用涨停板去创新高 我在我这边赖 我就先讲 好 那波罗威再等一下吧 看起来 上影线一直有上影线 冲上去又有人卖 冲上去又有人卖 故意的 故意的 好不好 波罗威我们再看看 会不会一样 一根啊 涨停板什么 又创新高 我们来看看好不好 那我礼拜还是讲 有没有新的股票 我说有嘛 光虹 冰川 投票怎么样 好 这一支我讲 会不会像联雅 冰川 你看 昨天我在讲的时候 昨天我在讲的时候 昨天8号 讲的时候小拉回 结果回去 錄完影 收完盘 拉上去变红 昨天平盘是39.6 昨天是收多少 40.1 昨天拉上去 40.1 涨了2% 涨了2% 今天呢 你说又拉回 又拉回 可是呢 有没有要收上去的感觉 尾盘就算没有翻红 我觉得也没关系啦 好不好 我看好东西就是一样 好不好 创新高 会不会再创新高 我们可以看 那光虹呢 今天 这样涨停 这样涨停吧 好不好 看我测标也知道 今天光虹再涨停 再涨停 又涨停 好不好 恭喜 恭喜会员 光虹涨停 我做得到 那你呢 好我动作得到 我希望投票真的要做 跟着一起动作好不好 双红今天有点小拉回 所以我讲涨我会讲 跌我也会讲 好不好 涨上去多少 昨天 今天我到735 735 最後才拉 跌下来好多 没关系 再整理一下 为什么 外资也还在买 投信也还在买 你要担心嘛 站上所有均线 今天散热比较弱一点 那我不认为好像就不好 所以我讲 好我讲我不好 我也跟投资朋友 跟大家去分享 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 我认为的 好我认为会好的东西 好 那 迅德 迅德 好刚刚前面有提了嘛 开高 今天一样创新高 193 投资朋友一样创新高 创新高 哇他又下来 没关系嘛 尾盘继续红 我介绍的东西可以这样 真的可以这样 好那我讲 股票 昨天 好一样有朋友分享来 好昨天 两支都输钱 都输钱 60几 他资金60几万就输了 10万块左右 60几万输10万 同学这不是一成而已 这超过一成 那我真的不希望你们自己乱做 这个来 好一样 6 1 2 3 4 5 6 7檔 好你说三檔赚 因为他有一檔压比较多 所以好像账不账亏没有那么多 可是 你们去想 如果平均来讲 他还是亏 而且那么多 所以我跟你们说 你们资金有时候 还是要集中一点 不要分的这么散 好不好 不要分这么散 好那真的 节目 时间又快到了 还是一样 双十国庆啦 好不好 我希望投票真的一起来动作 一起来操作 好那我昨天是不是有讲这支 矽光子 好我跟你们讲 我今天也直接跟你们讲 就是这一支清通啦 好不好 要先开嘛 我昨天 昨天我就请会员进去买 今天有没有大涨 好昨天盖牌的 昨天买进盖牌的 我今天大涨 好所以尾牌要下来 没关系 我送给你们 好不好 这一支 这一支 好我直接送给你们 我觉得没关系 好 大家一起来 大家一起来 我昨天遮住啦 好不好 昨天遮住 才刚开始 你不要认为好像 这样子 就 就没了 今天好不好 昨天跟会员讲 今天这样子大涨 涨起来你说拉回 我拉回 所以我才要讲 好拉回 拉回 我才要去讲 为什么 我更要公开啊 你不要说掌上来老师 你公开每次都这样 对不对 今天这样子 好不好 心通 但很多人在讲他啦 我觉得没关系 我也跟你们讲 我怎么做 我怎么说 好那最后 真的今天 好这个东西 我再找到一打 10月9号 礼拜三 我刚才有讲了 百元附近 还是细光子CPU 还是细光子CPU 为什么 因为最近钱就在这 你不要怕 涨一段了 不要怕 好不好 回来整理创新要拉回 这是我希望投票 一起来动作 加我LINE 小鼠MP57 真的一起来动作 这个 双十国庆 我还是 短线没关系 一起来做 光盛昨天这样子赚 好心通昨天买肩也大涨 你说联军光红涨停 有没有这种标的 有 双十国庆 我希望投票 真的加我LINE 留时间 留电话我们一起来操作 好不好 祝各位双十国庆 假节愉快 我们礼拜五再见 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市民无并自富 投资风险 让我们接触